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下面呢还是我们今天的教学 首先啊我们复习一下上期讲到的两个五花 叫做蝉头国脑与回头望月 我先做一遍示范 好蝉头国脑 回头望月 这期当中我们上一课讲到了几个规范点 那我继续先介绍一下啊 首先 手腕转火打出两个平行的面 然后呢你的手啊 自己的手一定要在你的头部中央 这样这样支持你的棍子下来也不会打到自己头啊 那我给大家多加这么一下 所以看在这 好了 我再做一遍示范 好 希望大家今天开始我们今天的转棍 首先啊 我今天介绍的是螺旋花瓶掌转棍 那我来吃吧 这是体侧的螺旋花 如有的规范点啊 什么呢 你的胳膊一定要伸直 那么下面呢 我们把这个花放低 大概斜下45度这个位置 如你的胳膊伸直 就可以弯 首先呢 我跟大家说一种五花可以对应一种转棍 那么我今天学到的螺旋花瓶掌转棍呢 对应的就是螺旋花所对应的一个转棍 首先平常转棍呢 我们讲啊 转棍 红五的 右手握A棍 变到 左手握 B棍 就是一个反过来 同时呢 在第二圈当中 变到 右手握B棍 右手握B棍 回到 左手变一棍 变一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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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一 出一看啊 一圈过来 第二圈 回来 好 好 做一下慢动作示范 一 二 一 二 好 这简单介绍一下 平掌全部 那么 如何增加到我们这个螺旋花当中呢 请看 变成吧 第一圈和第二圈 第一圈 规范点啊 我们每一次都讲规范点 那么第一个规范点 第一圈 这个面啊 在你 这个面当中 好 第一圈一定要打平啊 同时你的手 手掌啊 尽量冲下 看我的 手掌尽量冲下 第二圈 尽量平行于你第一圈的这个动物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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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第二圈呢 怎么过来的呢 注意看侧面 一 二 二之后 有一个 翻腕的动作 就是咱们螺旋花当中的翻腕 一 二 好 讲到两个规范点呢 希望大家能够 多多的练习 成长三棍这个动作 下期当中呢 我会给大家讲解一个 开大的为人华三棍 希望大家能够实际关注 如果有任何问题呢 可以 其他我的QQ 或者其他联系方式 跟我取得联系 我会给大家 进行细心的讲解 好 谢谢大家的关注 我们今天的课程到此结束 期待 我们下期的关注 好吧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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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